时常下雨 无形中让居家湿度提高 可能会让家中一些角落发霉 不妨试试以下天然除湿剂 便宜又好用 将橘子皮晒干后 放入沙网中 不止可以除湿 还可以变成香氛袋 让橱柜里的霉味消散 除了柑橘类果皮之外 也可用晒干的茶叶渣 咖啡渣 装进棉袋里 变成除湿剂 竹炭中有许多细小孔隙 当水和空气通过时 能产生吸附作用 要使用实用干纸巾包起来 再放入鞋柜 衣柜里 就不怕将物品弄脏了 只要将报纸卷起 用胶带或橡皮筋固定好 做成简单的报纸棒状 放入橱柜的角落 就可以变成防潮小物了 记得隔一段时间 就要定期更换 小苏打粉主要的功效是除臭 但同时也有稀湿的作用 使用时可放在空盒里 在开口处铺好卫生纸 再用橡皮筋绑紧 以免打翻 如果墙壁变得容易潮湿 可将酒精和水 以1比4的比例混合 倒入喷雾瓶中 喷洒在墙壁上来除湿 同时搭配使用电风扇 除湿效果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